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钟 我是大双梅 我是布姑 我是阿芝 各位听友大家好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今天又是我们三个人讨论漫画的时间哦 不知道有没有听友很期待呢 应该没有 不要这样子吧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部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经典的剧作 就算对我们没有期待 但也对这部作品有点期待好吗 好的好的来你来介绍 好那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部作品 可以算是 我不确定有没有叫好又叫做 但是至少我可以确定的是 就是这是一部很叫好的作品这样子 然后而且他这部作品其实蛮早期的 叫做是由信村城这个漫画家所画的霍兴奇航 它是其实原名是希腊文 那希腊文翻成的中文 其实就是Planet 就是星球的意思 那希腊文它这个自根的原意 其实也有流浪者的意思 所以它其实是有算一个双关吗 就是既是星球又有流浪人的意思 其实它原本就是流浪者的意思 后来引申成星球的意思 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英文中的Planet 很多星球的意思 那在故事中其实也就是主角想要去木星 同时也心中向往着去太空 然后有一种向往流浪者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我想这是应该是信村城这个漫画家 在这部作品中取名的原意这样 然后我想说的是 这好像是信村城它的第一部 算是所谓的处女座的漫画 而这部呢 它获得了星云奖吧 日本的星云奖 它还有动画画 动画画呢 在隔年也一样获得了星云奖 所以是获得肯定的得奖作品 星云奖 这日本主要是发给科幻相关作品的奖 它有很多像是漫画部门 小说部门或动画部门 也就是说可以说这部作品在它的品质上 其实蛮受认可的 就是说不管是它的画风还是题材 还是风景等等 是可以确定是相当较好的 但在台湾它 可能知名度就没有那么高 然后它的艺名其实也是 有点迷惑性啦 叫做霍星齐航嘛 是没办法给你直接联想到说 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热血 它其实是有一些很多有关哲思 在思考人生成长路程的一些问题的一部作品 对 哲学性很强 但它的名字叫做霍星齐航 让人家就会想到有点像是静音岛那种 好像要开着太空船将宇宙冒险泛滥的那一种故事 但其实不是的 应该也不会啦 它是会让人直接联想到太空 我觉得这样的翻译还是OK 只是说它短短的四集里面就塞了一大堆 近乎哲学的东西 可是虽然是近乎哲学 但故事本身其实蛮通俗易懂的 甚至开头前几回还有点搞笑 例如说像菲姐那个为了抽烟 然后整个非常疯狂的 那一部很好笑啊 就是那个恐怖分子安装完炸弹要从西验室出来嘛 然后他就以为了是同好还拍拍摊摊就说 哎呀你也是找西验室的同好 结果我就炸了 爆炸 他其实用一个比较诙谐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 他有很多地方是做这种小条技的 所以读起来的阅读感觉其实不算很沉重 但是他整体故事给人观感其实是厚重 有一种非常厚重的感觉 对然后因为又是宇宙的背景 有时候就是那种浩瀚无边的黑暗或者是星空 所以是一种有一种沉浸厚重的味道的 但他因为有一些小条技啦 所以不至于读起来会让人家觉得郁闷沉重 算是我觉得相当不错的一个点 还有主角巴郎泰 本身是一个毛毛躁躁脾气有点爆的少年 青年应该是青年 青年23岁还是24岁吧 故事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对一个主角来说啊 不是很多故事的主角都会有热血啊 冲动这些特性吗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他是主角 所以你对主角是会有一种奇妙的信心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知道主角会热血会冲动 他会清醒过来 会走上正确的道路 但巴郎泰 对但巴郎泰没有 就巴郎泰一直给人一种非常不安定的形象 你不知道他会不会随时就这么放弃了 或是这么就迷思了 是一个相当不安定的形象耶 他到中间之后他就整个人稳定下来了呢 但是他在第一集的时候 给我就是哇这个主角真的是 选择他这位主角是蛮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 原本以为是尤里对不对 因为一开始第一章是尤里的故事 就是他的同事 巴郎泰的 他爱着妻子的中年大叔设定 哎呀 这边可能要稍微介绍一下故事 故事的开头其实并不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巴郎泰 但他其实才是这整部故事的主角 第一段的故事其实是从巴郎泰的一个同事叫做尤里 俄罗斯人然后他娶了一个日本的太太 那个时候是可以如果要出国的时候 他们的飞机是可以跨越大气层的 所以有点类似虽然说是飞机 但是已经是快要变成有点半太空旅行的这种程度 然后就他们碰上了所谓的太空垃圾 就是一些在太空中的一些人造物体 然后不小心受到引力的影响 他的太太就因此死在那次的事故中 那太太在死之前手上有一个遗物 就是一个指南针 说因为在太空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失去方向 所以有一个有方向的指标的东西 感觉像是一个宝物 一个心灵上的慰藉 结果没想到在那一次事故之后 虽然有理幸运的活下来了 可是他太太死了 然后他也没找到 他也在他的遗物中没有找到那个指南针 所以于是他成为了这个太空回收员 就有点类似垃圾清洁员 只是他们的工作场所在就是大气层外 然后收集着太空中的垃圾 避免说其他太空船或是来这边 就是达到交通的这些乘客 或是一些运输 非安事故吧 避免非安事故 因为如果对科学比较理解的人就会知道 当你在地球轨道上中间 只要有一个直径10公分大的垃圾 你就可以把整个整台太空船船打穿一个洞 那在太空中只要船打穿了一个洞 大致上就没救了 很可怕 因为一个惯性吧 就是东西一旦它一个惯性在地球轨道的时候 那个速度 你们如果有那个 那个C等于 C等于MC平方 1等于MC平方 就是质量守恒定力 就很可怕 因为高速度移动 不对吧 那个是离心力吧 离心力吗 离心力是 轨道上不断垂直前进的力量 然后只是因为它同时会有一个向心力 所以造成说 它同时有离心力跟向心力 然后让它成为了一个圆形轨道的 科室力 对 没有科室力不一样 科室力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科室力是另外一个东西 对 但是你说的那个 能量守恒定律 能量守恒定律是 有点像是说 卫能还有热能跟 热能 热能 卫能 还有其他的能量转换 它们之间就是会守恒 在如果假设没有算任何摩擦系数的那种状况下 在我们的理想光华平面下 它的能量会守恒 简单来说是这样 对不起 身为一个三类 这个非常好 这个非常好 身为一个三类 三类解释非常好 所以说 太空回收源的工作 非常的重要 可是是一个非常辛苦 然后回报相当没有什么回报的工作 不是不是说薪水还蛮高的吗 好歹是太空源 可是他你知道就是飞捷那边 他不是有说他捡了十几年的垃圾 但为什么垃圾还是这么多呢 是一个完全没有成就感可言的工作呢 他们做了十年 然后那个军方花十分钟爆炸一个东西 对就毁了他们十年的努力 这就跟太平洋上面捞垃圾袋的人是一样的心情啊 是啊 没错 淨灯也是吧 就觉得很辛苦呢 就是但是又没有放弃那个希望 我觉得飞姐反而是在这里面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的理想最像是博爱跟大爱的那种人 主要是这个尤里 最后他在他来当太空回收员 就是为了要找到他的太太的遗物 就是那个指南针 那故事的在第一话的故事的最后 他要找到那个指南针 然后发现原来在那个指南针的上面 刻着就是 Please save you 李 请守护尤里 这样子 所以他感受到他太太那种对他的那种心意 这样所以就我们就觉得这是很感动 但是故事是借由这样子 然后开始就带向尤里他旁边的同事 那中正的主角是他的同事之一 就是日本人 国籍是日本人的巴郎泰 然后还有 飞姐的国籍好像是 美国 对 威吉尼亚州 但是他是黑人吗 或是混血 他是黑人 他是黑人 我不知道他爸爸是不是 但是至少确定的是他妈妈那边是黑人 美国黑人后代的飞 就是叫做飞的这一个女性 其实有小孩又有家庭 只是他就自己上来太空 然后这边工作 主要故事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三个人在那里捡垃圾 最后的脚底就开始放在了巴郎泰身上 故事在讲说他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很多个事件 怎么样的事件 然后让巴郎泰开始想起他以前的梦想 还有他对宇宙的期待 这部作品他主要是巴郎泰之外 他还聊了很多哲学性 我觉得这部作品最让人惊讶的是 作者他在很年轻嘛 好像24岁对不对 对 24岁 24岁的处女作 第一次就画这个这样的作品 而且挑战的题材里面 他藉由故事提出了很多 无解的那种哲学性的思考 例如说人类与宇宙 生与死啊 战争与和平 对或者是说宇宙防卫战线嘛 关于人类与那个人类与资源之间的冲突啊 突然讲一个宇宙防卫战线 大家会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是一个恐怖分子组织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 应该是说这是其中的极端的分子 可是像中间不是也有就是走和平路线的人吗 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不断的去开采宇宙中的资源 开采完之后生产了很多 我们要的东西之后 然后让它成为了一种垃圾 无论是飘在太空中的那些垃圾 或是就是我们不断的开发 然后只为了我们一些期待 然后想要还有一些欲望 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珍惜那些资源 它里面有分成就是基本教育派啊 以及就是认为自己是少数 所以他们就采用比较极端恐怖的恐怖分子的模式 来提倡自己诉求的方式 不过其实这部分在故事里面的占比并不是很多 突然想提的是说 最近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造成全世界人类都暂时停止活动吗 结果不是很明显地观测到说 这真的有效 地球看起来突然干净了 大自然的生物突然冒出来了 你知道大家都在家里 光是少那些车的废弃 你知道那个中国外面的 二氧化流对不对 二氧化流的那一层就淡了很多 瞬间不见看得到地表了 所以是真的有效的 虽然说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冲突吧 像例如说台湾这一个 就是与其他地方都隔绝的小岛 你要我们完全就是不搭飞机 因为最主要的碳排放量 其实基本上是来自于像飞机这种长途的 然后很大量的碳排放的这种交通方式 这样 可是反正如果我们要去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我们又能够怎么办 我们甚至不像欧洲 也不是其他亚洲的地区 就是有连着的土地 这就海岛国家嘛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是真的 但是就是在那个宇宙战线联盟 他们所诉求的是说 希望不要浪费这些资源 但是里面其中有一些是极端分子 那在故事中 他们有去做出像我们刚刚说 在西烟室里面放炸弹的这些行为 甚至还去攻击 要去木星上面开发计划的那些太空船员 跟或是他们一些计划者 我觉得他想到用太空垃圾的这个攻击模式 真的非常的天才 当你一旦把一个太空船整个炸毁之后 太空垃圾将整个地球外面全部封锁掉 就会造成人类无法前往太空 因为那是无法进行回收的状况 这个观念其实很多科幻的人会没有想到 可是我看他不是把它称之为凯勒斯现象吗 凯勒斯现象这个好像19 我看一下1978年就有提出这种假设了耶 对算是说作者做的一些功课 对可是你想想看啊 我们的科幻作品啊 不是动不动就在宇宙中爆炸一大堆转舰 爆炸一堆东西吗 你看尤其是钢弹那系列 所以说这一部霍兴气行这部 它就是其实是比较写实的一部作品啦 虽然说他讲的也是科幻 但是他是属于比较写实的那种科幻 近未来的比较硬派 也没有到很硬派 但是是建立在偏写实相 现有的科技的延伸的感觉 就是比较偏写实相的科幻作品 这点我还蛮有好感的 虽然这部作品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 我们不会去说这是一部就是什么 在科幻背景下去描写很多科技层面的东西 然后跟对未来的一些科技幻想的一个故事 但是他的确是加设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去发展出来很多 就是跟着主角的故事 还有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去经历了很多之后 让读者不断的去反思一些 所谓的人的存在 人跟宇宙之间的关系 跟为什么我会存在在这里 那我要追寻的东西是什么 我真的去了我要走的路的时候 我真的就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吗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聚焦在人文跟哲思的部分 应该可以称之为软科幻吧 就是说他的背景不是那么的硬核 但是他是透过这种媒介去探讨人文跟哲思 没有错 我们有解释关于巴郎泰他为什么要去木星这件事吗 巴郎泰 巴郎原本是想要存钱有自己的穿路 可是其实我觉得他没有想那么多 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他有点像是笨蛋 你知道这种笨蛋在日语里面 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 他就是一个一心想要往宇宙迈进的一个笨蛋 宇宙笨蛋 对就想要飞于地球就对了 对 对于他年轻的心跟年轻的头脑来讲 他就是这么单纯 他就给自己设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嘛 我就是要一个一艘宇宙船 自己的船 但他实际上在做的只是捡垃圾的工作 然后他其实在于他实际上做的事情 跟他的理想是有落差的 但是他还是这样嚷嚷的自己说 他自己有这样的理想 可是他实际上并没有付出很多努力 你知道吗 连锻炼自己的身体都没有 当然他就是在一些刺激之下 就发现了自己的野心嘛 他要认真的去实现它 可是他又走上了另外一种极端 他一心想要往宇宙迈进 一心想要达成自己人的梦想 然后他变得很愤怒 然后变得很容易困惑 非常的走向的极端这样子 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吧 或者他成长路上的第二个阶段 我觉得如果你要切分的话 前半段就是一直都只想离开地球 而到中后段之后反而变成说 希望可以有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 跟他人格的 这个巴朗泰这个人的转变 对 因为他年轻 然后他困惑而愤怒 可是就是在刚刚大帅美讲的 那个事件过后 他就会觉得 宇宙 他一心想要前往宇宙 可是地球何尝不是宇宙的一部分 我现在在地球 那我也是在宇宙 他觉得这个世界是这么大 然后他是这么的渺小 他的烦恼跟困惑也那么的渺小 所以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就动物了 动物了 变得突然变得很帅 他变得很瘦好吗 憔悴 没有变得突然有了男人的眼神 你知道吗 从青年一个很不安定 很毛毛躁躁的小青年 变得有那个 成年人 男人的眼神 对 可是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 其实有点像中年疲惫那种味道 我好像不太能这样讲 我觉得那称之为虚无感 就是人一旦面对宇宙 就面贵太过庞大 然后觉得自己渺小的时候 反而会陷入一种虚无主意 觉得人生 人们就只是一个丽莎这样子 的虚无主意 对啊 还连他开始质疑自己的生存意义 你知道吗 这点很危险的 这时候就讲那个 他那个船员 那个女的船员 不是把他扔到床上去 然后拖了 你这样子总会硬得起来吧 可是他真的是好人 我觉得跟他外表那种强势 跟那种辛辣的那种外表 还盯着一个就是 纯环的外表 比起来 他真的是个好人 其实一般来说太空人都是最顶尖的人类啊 真的 如果你要看NASA或就是各个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太空人他都必须要经过EQ IQ 跟各种不同的测验都要达到很高的分数 所谓的人类的精英才会成为太空人啊 但我觉得在这个近未来 这个标准应该是有所放异的 对对对 看巴郎太这个 我觉得EQ根本没有过 真的 可是他被卷上木星计划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到有一点 他有这个潜力了 对其实这样想想 他那时候他是一心想要上木星 你知道他就是他立下这个志向 碰到发动机的时候 那个过电的那个画面你知道吗 他实际上并没有触电 但作者给他画了一个 他碰到那个发电机 他好像触电一样 整个人都停起来 他的背整个停起来的样子 哇我真的是 就是这个画面就已经足够跟你表示说 他认真了 当然说这个不安定的存在 他认真的只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就一直在碰碰撞撞中成长 他一直在不断的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他会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道路 是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一个不安定的主角 然后在我们要提到 他们原本三位主缘 后来又来一个心境同仁 叫做什么 塔纳贝爱 是吧 塔纳贝 一个女孩子 跟巴 是不是跟巴掌太同年啊 差不多年纪 差不多 但应该小一点 因为他毕竟是后辈嘛 是是是 这个角色 我笑称他 其实是以人类来说 已经是个完全体的存在 完全体 最终心态 因为人类其实一直都会 对自己的梦想 应该说人类最常提议就是 我是谁 我是什么 我要从哪里去 有没有哲学三个大哉问 对没错 人类的最终疑问 可是塔纳贝是没有疑问的 你知道吗 对 塔纳贝一开始 他就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 最后他也有 作者也有强调这一点啊 就是他们结婚之后 菲不是有问塔纳贝 很多问题 那塔纳贝就回答了理所 当然还一副就是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的感觉 然后菲就说 他真的很尊敬 塔纳贝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个完全体 他对自己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 阿植会想要说 他是一个人类的完全体 其实不如说 虽然在故事中 塔纳贝他并没有 很完整的去说出 那些所谓的人生的 哲学的三大哉问 他甚至在写遗书的时候 他说他爱这个世界 他爱身边所有的人事物 他甚至名字就叫做爱 可是他自己人是写不出遗书 他不知道他要写什么 但是他对身边的人的爱 还有付出 还有那种直接的关怀 这个角色的形象中 几乎都是没有迟疑的 无论是巴朗泰 在很多状况下 乍看是很直接 而且态度也非常强势的 塔纳贝都没有迟疑 他都直接正面的 直接去硬碰硬似的 这样子跟他对上 我觉得是一种 就是就算说不出 自己心中想的事情 但是他对自己决定的 跟自己心中直觉想的 那些事情是没有 是没有迟疑 我觉得这是很多 讨论到哲学哲思的作品 很常用的一个手法 不是吗 就是用一个角色 去回答故事中 所提出来的问题 毕竟这是一个 用角色说故事 这是漫画嘛 他就是很多角色 然后他在说着 这些角色们的故事 那他既然探讨到一些 哲学哲思 那他就用一个角色 去回答他 所有的问题 所以这个角色本身 他不会有很多 心路历程给我们看 他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所以才会像阿子说的 他就像一个完全体 因为他就是答案 对 那他有一段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 就是他们捡到 他们回收一个 太空人的遗体 然后他们有人说 要把他丢回太空 然后Tanabe就说 怎么可以 这真的很难回答 虽然说 没有人会想要 孤单的一个人 留在宇宙 但是如果那个人 真的死前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又该说什么呢 尊重一致 所以说他才会用 好像辩论的方式 去呈现呢 因为Tanabe就是爱啊 在Tanabe的立场 用爱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他就是会讲出他那些话 说没有人会想要 孤单一个人 这样子 应该是说 你还记得在故事第二回中 不是有一个教官吗 他不是最后就 因为得到了 那个宇宙的白血病 他兼职在月球的表面上 那他那时候也是 躲得很孤单 可是那就算如此 他就算拼着 最后的一道力气 他都要让自己 死在月球上面 然后穿着太空装 然后说你这边 你是躲不开我的 所以说巴朗泰 就是看过这一幕之后 才会跟Tanabe吵啊 他们之间就是 就有了意见的相作 对 价值观的冲突 对 那个故事也没有 就只有一个答案 他就是单纯的画出了一个 相冲突的价值观 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部 不同年龄阶段看 或是不同人生故事的人看 你都会有不同感想的一部作品 能够在世纪里面 塞进这么多东西 真的才24岁 这作者会不会太猛了一点 真的 天哪 我如此废才 然后这个人 24岁正在看漫画中 我在看漫画的时候 就有人画出这部作品了 看跟画完全是两回事 他怎么可以这么强 因为人要创作本身 他内在需要有这么多能量 去把它充实起来 这很厉害 24岁照理说应该还不到 有这么多的人生历练跟想法 可是他却有办法画出 让人觉得身后深层 也不是到深层 就是一个很厚实的一部作品 因为就是24岁的话 我觉得如果他画到 就是说我们会迷茫 或者是我们长大了 我们变得麻木 如果到这个阶段 就是做了一个转折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都会有这些感想 如果他画了这样一个转折 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可是他画了不止一个转折 他是转折了又转折又转折 巴浪泰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他已经从一个 浑浑噩噩度日 变成说非常的有目标 要上木星 可是又因此走上极端 但是他又因为理解到 就是自己是如何渺小 宇宙是如何宏大 他又进行了一次蜕变 可是这不是蜕变的终点 他因为整个虚无感 所以他丧失了自己生存的意义 他开始思考 他想要回家 就是刚刚阿芷说过的 他开始思考那个新的东西 他想要回归到地球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比较好 所以他开始思考爱 你知道吗 他一开始认为他是不需要爱的 可是他开始思考爱是什么东西 他会是不是需要爱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他转折了又转折 这已经是第四个阶段了吧 四集耶 才四集的作品而已 而且这还是在第三集的内容呢 第四集又讲到了菲姐的故事 关于人类抗争 对啊抗争 到底错的是这个世界还是错的是我 那个故事很沉重耶 就是菲这个太太 我叫菲太太吗 人家是姐姐好 菲麦卡伦 菲麦卡伦 就是他那一段 借由回忆录来回想 他跟他舅舅 在小时候 他那个跟人类隔阂不入的 那个舅舅 如何在森林中独居 可是却不被人类所接受 跟被人类所排斥 然后最终被冤枉 从此消失到森林之中的这一段 我觉得让这段回忆来 映衬他当时的整个心境 那整段的故事 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又跟他现在遇到的困境 去做一个对比 他其实一边在遇到这个困境 然后一边忍不住回想起 他就这样穿插着进行 其实感触很深 给读者感触很深 如果真的要讲一个 对于这部故事的想法 我真的觉得太难描述了 我甚至觉得这甚至不是一个 我们在这边讨论个20分钟半个小时 真的可以讨论出一个结论来的东西 不然又是一部说去看 很值得 而且才四本 四本一个下午一定看得完 这部比较麻烦的是在于说 现在应该很多漫画店都没有了 对 比较难买啦 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有买到 而且我还是出版一刷 哇好香 可以去朱苏店娃娃看 因为其实这部20年前了 很多朱苏店如果还有开着的话 还有开着的话 这部应该是会有进的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朱苏店 其实都有进这一套 就是还开着的话前提 这部也算是知名作啦 你在同号之中 如果是漫画界的同号之中 其实都会有知道这一部 我觉得 无论是在科幻之中 还是在所谓的漫画 值得一读的作品中 我相信如果列一些清单 一定很多人都会提到这一部 是 因为它实在是太过 在人跟宇宙的这些想法吧 能够表现得这么精彩 就是容易读 然后又浅显易懂 可是内容又很深 深厚 而且让人具有思考性 这很不简单 而且重点是它很有趣 对 其实我觉得漫画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真的首先要有趣 对 就是这是漫画的特性 你不可以就是 很多意识流的东西 对 虽然说一个杰作 它可能 一个意识流的东西 它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杰作 但对于漫画这种 题材 题材这种媒介来讲来的话 它首先必须要有趣 所以它其实是满足这一点 它才有办法 获得那个成就的 你知道吗 真的很厉害 可是我们在给它附加的一些 它的一些赞美 前提都是它已经好读 它有趣 之后 它又做到了很多 让人难以想象的 高度的事情 对 就是不管作者在分镜 还是画际上都非常的成熟 我之前觉得它的 因为它是科幻的背景 所以它在画一些太空船 太空舰的时候 那些仪表内容 是相当复杂 繁复 可是却很简洁 它的人物跟背景 是非常清晰分离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不会人物跟背景混在一块 因为有些作品 它很容易都物件太多 就会整个看不到重点 可是它将整个重点 都cue在人身上 然后人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还有很多 非常的具有画面感 就是 对啊 比如说它利用光影的变化 因为说太空 可能就是一片星空 但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就是 第二画就有啊 那个在月球上生长的少女 它可以把 把星空当作海洋一样 做一个这个比喻 然后用画面去呈现 还有最后它上司 就是生存的意志 生存的意义的时候 用开灯与关灯 这两个模式去呈现 它其实没有讲那么多 但读者就可以从中 获取到 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画面的分进于隐喻方式 像我有提到它 巴朗泰有个弟弟 叫九郎泰 九郎泰它就是一直 一开始是很矮小 后来它狂灌牛奶 想要长高 就有一幕它穿的高中制服 都是穿比较大一件 都是袖子折起来 那之后呢 它就用一页的方式 就是只是切到 它制服变得合身了 但是就完全没有提 任何的文字 可是你就知道 好几年过去了 它长大了 我就觉得 好厉害啊 这样的分进处理方式 我觉得如果说 一部普通的作品 像你讲的 在第一集那边 做一个结尾 我们也非常可以接受 就是它有一个转折 它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然后它有了一个解决办法 它还画了 有理的跟飞的故事 给你一点温情 然后主角热血盲撞 虽然说有点 就是没有脑 但是是 你可以接受的那一种 热血主角 我觉得 如果只有看第一集 我们已经可以接受 这是一个完整成熟的作品了 可是它就没有停在这里 你知道吗 它还更进一步 画了 就是你不会想象到说 原来作者还有这么多藏在 这么多意图 藏在这些普通的故事后面 然后你就会 每一集都给你一个 惊喜感跟惊讶感 真的很棒 直到主角他最后 他在踏上木星之前 最主要的想法是 我要回地球 然后当他踏上木星的时候 他讲出来的话是 我对爱还是无法割舍 就完全是一种 就是从 刚开始想要去远方 然后想要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然后不顾一切那种心情 开始去面对了 自己与身边的人的关系 我觉得这种面对很重要 就是面对 他从逃避到面对 然后就成长了 读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在书里提到了很多问题 不是吗 提出非常多的疑问 那他其实最后 收尾的时候 我本来有预期说 他会不会给一个结论 但他其实没有给结论 不是吗 他只是说 他也无法去理解这些问题 他可能也无法给出答案 每个人答案可能都不一样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不知道 但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 他无法割舍掉爱这件事情 是一部不会看完之后 你不会想着科技应该要怎么样进步 你反而会想着说 我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回归人心吧 他其实不算数角耶 他反而就只是告诉你说 我没有办法放弃掉这个 虽然我们讲的好像说 把他一直讲这些 讨论这些东西 好像这部作品 似乎是有点说教 但他其实没有在灌输 读者任何应该要怎么样 才是对的 或者是这样才是比较好的观念 他没有在说教 他只是一个一个 有趣的故事组合起来而已 这点很棒 容易阅读 深入前出吧 这点很棒 然后用科幻的 就是很扎实的背景 但却讨论很多形格上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也不用说了 身为一个漫画家 他第一次连载的 画风细节分镜 也都非常优秀 我们刚刚也都有举例了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漫画家真的很不可思议 那不得不说的 就是第一部连载就这样 第二部当然更厉害啊 对不对 第二部也介绍一下 借春城这位作者 他的第二部就是 叫什么海盗战境 台湾翻译叫海盗战境 是什么 Villain Saga 虽然说刚刚不孤 觉得霍兴起来翻得很奇怪 但是讲起来的话 海盗战境更炯 没错 因为海盗战境 它的原文是叫做Villain Saga Saga是在北欧的故事中 就有点类似我们传说的意思 对 算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的时候 那时候的人口耳相传的 以前的传说的那一种文学体制 他们叫做Saga 但是以我们的中文来说 就简单来说算是传说 那Villain Saga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是在讲主角 他去寻找Villain这个地方的传说 对 Villain在故事里面是在讲说 他想去寻找一个 不用有斗争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 好好的活着的一个地方 安居乐业的 人世间的新国度 对 北欧那种很困苦的天气 气候的地方的人来说 Villain就是一个充满草原的地方 就是一个他们所向往的地方 天哪 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浪漫 可是海盗战绩就是很局限 等等等等 我们这部作品 我们可以留到下次再讨论 因为这个在讨案下去太长了 我们先回到他现在的这部 最新最初的这部 霍星起航好了 不好意思 激动了激动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总之那一部的 翻译的名字很奇怪 只是想稍微激动的讨论一下 但是就是那一部也是长篇连载 然后非常非常的精彩 对啊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他是海盗战绩 就以为他是海盗的故事 因为主角到现在都还没有成为海盗 未来应该也不会吧 他一开始是跟海盗一起行动 的佣兵 他跟海盗一起行动 但是他自己本身要真的讲起来 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海盗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 我们再聊下去就会太过偏离 这次的主题 对对对 但总之 总之就那部作品也非常好看 目前是由东力出版 希望听友如果有兴趣 也一定要去看那部作品 但我们今天的主轴放在霍兴起行 霍兴起行是东泛出版的 台湾东泛 现在应该东泛上面也买不到了吧 我觉得有点困难 而且因为他动画画的时间也过了 再版的可能性 可以尝试寻找二手书 网路上应该还是有机会找到二手书 可是这一步就是 懂行的人不会轻易四出啦 因为这种不是说你买来 然后我看完 觉得平常我可能不会再看了 就把它数字高个 或是你翻 整理书柜的时候觉得 嗯好像可以卖掉 而是你整理书柜的时候 你翻出来 你看没看会忍不住 觉得嗯这种有意义的东西 我应该继续放在我的书柜里吧 的那种存在 他是不管任何 推任何人都是safe的那种作品 甚至你把它觉得 放在你自己的书柜上 就显得你特别有品味 等等 是呢 就这样子吗 假装自己是漫画的文青 他吃啊 你可以在上面标说 你看他得过了2002年的 日本幸运奖的漫画部门得主 第一名 也快20年了呢 也快20年的作品了 天啊 但是还是很好看 现在看你还是觉得 他相当的好看 对啊 我觉得这不适合睡前 你要完全沉浸一下心来 不用看一道一整本 你看一个故事也好 沉浸下来看 慢慢看的作品 放在床头这样子 认真的就是在 刚好在睡前的时候 类似明强的方式 然后去想一想说 刚刚故事看到了什么 然后我心中想着什么 我觉得可能会 更贴近于我们推荐 赏见这片作品的好时机 而且你想 你可以想象 星空睡觉多棒啊 推荐 推荐 他这一部里面 也是出现了非常多 不同国籍的人 应该说里面出现了 有故事的角色 国籍基本上 除了日本之外 没有重复的 然后他们会把他们 各个国家的 就是文化习俗 然后放在说 他们如果变成太空人之后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跟行动 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部分 你是指那个 伊斯兰教的那个 那个他在月球上 在月球上朝麦家 然后不只他 宇宙防卫战线的 基本教义派 他也是有他自己的 故事背景 他的国家受到了 什么样的遭遇 所以他才会成为 这种基本教义派 这也是因为他自己 有他自己的国家背景 导致的 然后我还想说的是 其实动画 动画改编的时候 那个时候漫画第四集 还其实还没有出 所以动画改编一共是26话 那26话里面呢 他其实只有改编漫画前三集而已 第四集并没有改编 而且中间还插入了很多 他的原创内容 好像还有原创角色 但是这部的评价也挺高的 动画的评价也很高 他一样有获得隔年 也是获得了星云奖的 动画部门的第一名大赏 也是很厉害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作者 我特别喜欢看他的作者 彻夜在写什么东西 对 我刚刚就很想提说 你们有看到他那个作者 在最后面作者的话的部分吗 有 我非常喜欢 我连他海盗战记 我每一集作者的话 我都会好好的看过 他其实是很温和的一个 在阐述他的想法 但是他没有给你一个 他就是怎么想的 他就是要怎么结论 他只是单纯的描述说 他最近想到有什么东西 他又在困惑了 但他就是想要呈现这种 一个简单的想法 想要呈现给读者 那我觉得这种地方非常棒 我觉得我们虽然好像 似乎讲了点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讲不出 这部作品给我们感觉的 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吧 太难解释了 我觉得这因为跟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啊 不同的人他可能经历过不同的东西 然后你去看这些角色的故事 你就会去反思自己 然后都有不同的回馈啦 这部他基本上就是青年漫画 他并不是像少年漫画的展开 他就是青年漫画的格局吧 霍兴齐航他这部作品 主要就是描述人跟自然跟宇宙 就是刚刚之前大算没提到的 新的上学的东西 这样讲的好像我们看这部作品的人 是好像有很像文静一样 但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这么的 取高喝寡的作品 我觉得他反而是一个很大众向 只是他从大众一般可以接受的题材跟内容 然后让你去反思你心中想的那些东西 你反省到的那些东西 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他这点是无法否认的 但他需要你沉浸一下心来 好好的去品味 也蛮多搞笑的 其实第一集的搞笑内容还挺多的 他给你一个轻松的路长 然后一集比一集充满折思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因为这部作品刚开始 其实他是不定期连载 杏春城他在前面第一本的前面几话的故事 甚至可以说第一本一整本 其实并没有到像后面那么多 在探讨人生哲理的部分 我比较好奇的是 他在刚开始连载的时候 就有想着要画到后面那样子 应该是没有 对应该是没有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 非常有独立短片的味道 垃圾清理者 这三人小组个人的故事 然后如何从这个人的故事 去凸显出这三个人的性格 跟经历 那其实如果他的反响普普通通 这里就可以做一个结束 或者是再多画个两篇 凑一本单行本 结束也没有问题 所以他有翻译成星空清理者 好像也OK 说不定是刚开始翻译第一集的人 就看到这样的内容 就跟海盗战绩一样 我理解了 不过我现在认真的在看了一下 就是第一集 他最后面的那个作者的话 他说 以前中国有一本叫做淮南子的书 写着上下四方位之鱼 亡古来今位之咒 说无论是过去未来 无所不在 一切都总刮为宇宙 那地球是宇宙 人类都是拥有意志的宇宙人 所以宇宙并不光是 指大气层以内的范围 若只是以人类所生存的世界 这个角度来探讨 我想的确是非常悲哀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说不定其实他在前面第一集的故事中 就已经开始在思考着 就是要去画出人类 还有跟宇宙的关系 在思考到人的定位这件事 我觉得在这个idea诞生的时候 一定会有相当多的备案在那里 他一定也是有足够的想法 才会诞生出这个故事 但漫画毕竟是商业制 所以他必须设定很多 这个故事如果只有一画结束是怎么样 如果一本结束是怎么样的那些断点 就是漫画家必须要处理的事情 但想当然他必须要有更多的元素 去支撑起这个点子 他才可以开始这样一段连载 那剩下的当然就是他意念的延伸 就庆幸说 有足够的受众 或者是说编辑认为大家可以继续下去 总之它是一部短小金汉四集完结的作品 那我是希望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去把它找出来看 那非常的精彩 而且会觉得看完也会相当满足的一部作品 好今天差不多讨论就到这里吧 那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我们讨论跟推荐的故事内容呢 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话 可以在铺浪或者是粉丝专页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吧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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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